聊得这么热闹 只是不知道这是哪一国的语言呀 法国 瑞典 还是德国 我是杰西 今天我又来到了欧洲福 打算进行一场极限赛车火力对决 没错 这位就是我的搭档了 咦 他的国籍 天哪 他竟然来自摩纳哥 听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并不多 看来我的运气还真是有点特别 比赛正式开始 这位搭档很不错呀 这一马当先的气势正合我的胃口 目标锁定 这波榴弹炮就当是见面礼了 撞上了 那就先灭了你再说 引爆吧 不好 敌方的援军到了 快撤 哎 三好 我说你在干嘛呢 现在轮到我的重装吉普商场了 发行目标 咦 竟然是两个 哼 一打二而已 对杰西来说 不过只是小儿科 有本事不要逃 就是现在 谁打我 糟糕 被人盯上了 跟你拼了 好吧 算你狠 没事的 没事的 此时我方人就领先对手 队友得手了 这车载限弹枪用的可以啊 有车踩起来 乖乖回老家吧 天哪 我没看错吧 队友竟然瞬间收获两杀 看来这是一位高手啊 不错不错 有如此高手组队 看来这把的MVP肯定是我们的了 烟雾弹 算了 还是先撤一下再说吧 哎哎哎 三号 你又在干嘛呢 难道说你是敌方的卧底吗 还想逃 迎接我的怒火吧 面对激风吧 敌方的三辆车同时出现了 机会来了 尝尝我的人造榴弹雨吧 一辆 两辆 双杀到手 还有你 别逃了 乖乖引爆吧 只差四个名额 就能赢得顺利了 队友又得手了 竟然还是双杀 给我留一个行不行啊 紧胜最后两个了 机会已经不多 是时候放手一搏了 发现目标 来硬钢吧 天哪 人头竟然又被队友抢走 不好 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 火箭棒棒车 看你了 看到一个 火箭弹发射 唉 比赛竟然结束了 MVP果然是我们的 可惜我才四杀而已呀 咦 猪宫竟然收获七个 这样说起来 成绩倒也不错 我是杰西 这位莫娜哥的朋友 让咱们一起加个好友吧